來我們來看一下你可以用這個關鍵字來找中小企業網路大學校 我們剛剛介紹的是說我們兩個之間或幾個同學之間互相連線 那接下來要跟各位介紹的就是你除了來學校上課以外 那你還可以透過一些線上學習的方式來做這個 你做課外雷討或者你想學其他的 那這個呢中小企業網路大學校各位剛開始看的時候中小企業跟我沒有關係 可是呢這個網站是目前就是政府投注算比較多資源在上面的 你可以參考看看那在右手邊這邊呢你可以加入會員 你可以加入會員這免費的 那他除了有什麼單元呢你看左手邊有這麼多單元有沒有 因為尤其比如說像我們在這裡的話我們學校相對來講是距離市區比較遠 有時候可能老師自己要參加演習都會就是那個路程都相對比較遠了 那這個時候呢同學怎麼辦你要出去外面再學東西機會比較少 好這邊都是線上學習的好直接是影音課程 另外呢他還有線上的演講廳 還有什麼書齋 還有比較新的就是這個電子書 你看比如說我們圖書館不見得買那麼多書嘛對不對 對不對像我昨天聽廣播這個朝陽科技大學 聽說是這個技職體系裡面圖書館數量最多的書最多的 其實多少50萬冊 都還是少 其實也還好對不對 但是 對 有時候我們可能就沒有那麼多書可以看的時候 你可以看電子書齁 而且他還可以全文檢索 那我們來看一下你看如果你對電腦有興趣的在這邊有資訊類的 有沒有很多 你看 而且他一段時間就會怎麼樣 就會有新的課程進來 這樣我下次就可以不用來了嘛 呵呵呵 上面真的課程很多 真的 好所以如果老師有剛好適合的 下次上課就按Play就好了 自己也不用準備了對不對 你可以看一下好 比如說Windows 7的 好那或者其他的 像Google的 像這些是比較基本的 比較基本的 部落格的教學 那也有其他的 那 這裡面呢 我先登錄一下好了 好 那你看我現在先登錄了 這個 你註冊的時候是有分等級的喔 因為我等一下給各位看 點進來 有沒有很久沒有看過這些名詞了 你狀有等級嗎 欸 現在的同學大部分都是什麼 近視嗎 蛤 秀才而已嗎 有沒有 近代近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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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嘛 對不對 欸 大家 都是這樣子吧 對啊 對啊 好 那這個有分等級的 你看喔 你 剛開始進來的時候 他會幫你做學期紀錄啦 這個是個蠻不錯的喔 那等一下 在這邊 還有分等級的 我們給各位看一看 蛤 有啊 因為你等 你們剛開始是不能夠借電子書的 欸 你看有不同的等級喔 榜眼 那個距離太遙遠 先從最剛開始的 柏丁有沒有 你剛才加入叫柏丁 知道什麼叫目不適丁吧 嘿 小於100點 你要到布衣以上才可以 嘿 那各位 我現在是到 秀才而已啦 所以不賺太多喔 那 但是你要到布衣以上才可以借這個電子書 那我們看一下 你要怎麼樣提升你的點數呢 好像玩遊戲一樣喔 在這裡 你看喔 你有加入會員就5點了耶 可是呢 一個學期都沒有要扣10點 不認真 對不對 然後呢 那如果你有選一門課 選了就有2點喔 選了就有2點 有讀完還有5點 如果你沒有上完也是有點數啦 有沒有 你看完成一門課程 完成一門課程 或者發表文章啊 看 聽演講啊 我們常常有聽到一些廣播的啊 或電視上 還是有的在那個 學校演講的 那這個呢 上面都可以選 都有點數的 這樣了解了嗎 所以你可以透過這個方式 增加之後你就可以來看 那麼 除了這裡以外 你看在這邊還有像什麼 人力資源啦 它不只電腦類啦 所以 你透過這些方式的話 各位在學習就相對比較容易 那我現在呢 找一個課程 來給各位看看齁 比如說我們上次有做這個影像處理嘛 那這裡面就有所謂的自由軟體 我們上次講那個Photocab就是一個自由軟體齁 我看一下 OpenOffice 那個應該在影像處理裡面 美工系列的 我記得上次好像有Photocab 這裏也有Photocab 我先看一個Photocab 我先看一個Photocab 不一樣不一樣 不一樣的軟體 那這個我上次有看過 他會問你說要不要繼續上課 好你看全校才20個人 小學校小學校 這個班只有我一個人而已 好我們來看看 你看他左手編號 我幫你規劃好了齁 那你可以從第一節課啊 這樣一直上下去 那有的呢 他會有提供一些先基本的內容 如果你懶得看 你就告訴他 老師你用講的我聽就好了 Photocab操作介面 即如何處存制定工作區 這樣會的嗎 很簡單吧 對不對齁 所以你只要選 學校你想要看的課程 就這樣繼續上下去 聽不懂 你可以叫老師講N次 他都不會罵你 對不對齁 聽不懂 老師我不會想 你再給我講一次 哈哈 這個沒有關係的 所以你在這邊 學習紀錄他會把你反映出來 那麼除了這個以外呢 還有什麼 我們來看一下 在這邊有那個 線上演講廳 你一樣 像廣播的 他有分兩個 你看這裡有分類別有沒有 那這個呢 那這個呢 是線就是那個 廣播你就可以直接 直接打開來看 這個是電視的 直接打開來看齁 那所以蠻不錯的齁 那這邊還有 TED開配的齁 你看 線上演講金 有沒有 有很多的分類 因為很多演講你可能來不及去 對不對 你可以像這個方式我們就可以重聽 再來呢 這裡有書齋 給你看一些書啊 那會介紹說 這本書哪裡不一樣齁 那麼比較好玩呢 就是各位可能還要一點點時間 努力一下之後 才可以借這個所謂的電子書 好 借這個電子書 那他的電子書 需要一個這個閱讀軟體 現在的電子書最麻煩就是 所有的什麼 那個 就是 電子書 他本身格式的關係齁 沒有辦法 還沒有一個統一 所以你可能要個別裝齁 好 那這個我讓他先下載 我們來看一下 你可以看到這裡有 有沒有 有很多這個書籍 有政府的出版品 你可以再找 他一段時間都會有增加出來齁 比如說你看這邊 等一下齁 等一下再借閱 在這裡 他有幫你做好分類啦齁 有幫你做好一些分類的 更多電子書 來 這是氣管類的齁 氣管類的 你可以再找找 他書也蠻多的 那 這些是雜誌的對不對 雜誌的 如果你要借閱可以 欸我問一下各位同學請問 現在學校或圖書館借一本書 可以借多久啊 幾個禮拜 一個禮拜 一個禮拜而已 真的喔 可是一般的圖書館 記得是三個禮拜 還是四個禮拜 對啊 對啊 一般的啊 一般性的圖書館 那所以這個呢 很抱歉 二十四小時就要還了 你覺得會不會太那個 會不會太短 真的嗎 那我問一下你真的 平常有借書回去的話 你都看多久 一個禮拜 只有借那一天看封面 最後一天封底 好 看一看賣多少錢 趕快回去了 對不對 你看真正看出的時間不多 那這個呢 因為是數位的 所以其實你只要光掉就還了啦 想要再看就繼續就好了 你了解意思吧 對不對 所以不用那麼 借那麼久啦 這樣流通率就會加快 他會只是 只給看三頁後面 不會不會不會 這是全部都可以看的 齁 那你可以 對對對 這有雜誌類的齁 那你可以這樣這樣進來 你看像這類的雜誌 你在租書館不容易看到什麼 當期的 對不對 那他這個呢 你要介紹 有的話呢 他這個我就可以把它下載下來 好把它下載下來 用他的那個閱讀去 直接去閱讀 這樣大概了解那個意思吧 好所以等一下我把這個裝起來 給各位看看齁 你可以先到這網站 先試著註冊看看 好不好